在欧洲十分盛行的天空跑 是一项结合山地越野的极限运动 其中天空马拉松为30到48公里距离的比赛 累计爬升2000公尺以上 选手通过的最高点必须超过4000公尺 而沿途的美丽风光也是不在话下 一起来欣赏最近在意大利的天空马拉松比赛 比赛哨音异响全程34公里 在意大利的利维尼奥天空马拉松开跑了 选手们在有积雪覆盖的山路及狭窄的道路上比赛 在部分路队选手们需要进行攀岩 总赛事的攀升高度达2750公尺 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如画的风景 与壮丽群山环绕下奔跑在山脊线上 比起平地要面对更多无法预知的风险 来自瑞典的皮特恩达尔 全程靠着平稳的节奏 最后以4分钟的领先 总时间3小时33分36秒获得男子组冠军 女子组方面天空跑的明星选手 来自西班牙的罗拉奥德 整个比赛都是均于领先 最后以4小时10分11秒完赛 获得女子组冠军 2017年天空经典赛冠军的雪拉艾维特 则为第二名 利维尼奥天空马拉松 是今年的第一场天空经典赛的嘉奖赛 在整个选手排行榜中提供额外50%的奖励积分 目前在总排行榜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 皮特恩达尔以及雪拉艾维特